这个是干嘛呢 这个是我们搞扦插的 其实好多的画众问我怎么扦插怎么扦插 我跟画众说一个关键的点 扦插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保湿 杀菌 还有一个就保温 如果温度很低啊 一部分它是不爱长根的 因为你也知道嘛 植物冬天好多都休眠 你看我们呢也扦插了一部分 那这个是我们搞实验的 是在棚中棚啊 可以说这里边的温度相当的高啊 就相当的湿润 我们是做了很严格的杀菌 你看它很多的都已经活了 很多的画众可能不具备这个条件 你可以用一些个更加小的嘛 你可以用一些透明的塑料盒呀 或者说自己用一些个 这种方便袋呀透明的 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做一个 这种很简易的 我估计在网上买这种塑料膜 应该很便宜 应该很多的话 我家里边有那种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那种 透明的那个塑料膜 你都可以去 你血盘也好 血盘没有的话 你可以用酒中啊 或者是小一点的那种 小纸杯呀 都可以去做 杀菌药就不用说了吧 老花衣有卖 还有生根剂 对吧 这样就千叉存活力会更高 就是给大家乱分享了一件事 那么我们也是搞实验 你像有的话我说 老花衣你们这个种植技术 还用搞实验吗 我们一直在摸索各种花卉的一个培育技术 然后呢去分享给花友们或者是同行 这就是老花衣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你把这个行业整体的推动好了 你在这艘大船上自然不愁吃不愁喝 你说是不是愁吧 所以说呢我也奉劝一些个看我视频的年轻人呢 做好眼前的事情 你把事情做好了 你在任何一个专业领域里边都不会缺饭吃 你说我记得有一个磨刀的一个工匠 磨刀的有什么前途啊 人家现在磨世界名刀 磨一把刀成千上万 所以说你不要抱怨这个行业不行 我觉得是你不行 柯达胶卷还在坐着 对吧 有的话说那大哥大船呼机万能冲 人家可以要有进步的 他不是一点进步都没有 你以为磨刀的 这单纯的就是磨剪子枪菜等 要有进步的 所以说呢 加油努力与君共勉 我也会努力成为更好的老花衣 记得点赞观众 我是老花衣 眼花脆在一起 白了吃饱